欢迎来到加州江泰公频道 大家好 国内听门今天我说两个事 也挺有意思的 一个事情是在广西南宁 率先开始了先安检后治疗这个活动 就是在所有的三甲医院 以后还要普及到更多的医院 那么这样的话就说 病人来看病的时候 你要先过了安检才能去看病 就先安检后看病 要确保每一个进入医院的病人 都要通过安检这道关 据说是第一天启动安检 就查出来了十余把刀 其中还有管制刀具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 就是因为北京出现了那个杀医案件 所以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 就搞了一个先安检后看病 这也是在世界上首创的 真是中共就印了大家讲的那句话 中共从来不解决实际问题 而是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人 对不对 为什么医患会有这么极端的问题 对吧 你是不是应该从这个医疗体制上去找问题 而你没有这样去做 你只是更加的来防范这个病人 那么这样的话医生跟患者之间 更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 如果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难道说你这个安检就能把人当住吗 对不对 所以这些统治阶层 我真是觉得你要为民生去考虑 如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你像北京这个事情都成那样了 不引以为戒 反而现在要更加加大这种敌对情绪 对不对 你安检门网那一放 什么救死扶伤呀 你这就是让人去监狱一样吗 这个要进门先把你先安检一遍 就跟防敌人一样 这就变成了一个敌我矛盾一样 就你来看病的人都成了你的敌人 你都不信任他 那你如何让这个病人信任你大夫呢 没准这个将来还更加加持了医患纠纷呢 这个太有可能了 不相信咱们往后看 大家也可以发表大家的看法 第二个呢 这个2020年已经全面进入这个小康社会了 今年是建成之年嘛 说是本来按照我们的理解都是 不是我的理解啊 本来按照这个领导的表述 到了2020年那一刻 不可逆转的就进入了小康社会 结果现在的表述进入小康还留了一个尾巴 还有一个5%的目标没达成 就是今年星期一扫就过了 最新的报道是 广东省好像已经出台了说 他们已经99.9%的完成了脱贫指标 现在可以说广东已经全部进入小康了 在广东应该是找不到一个穷人了 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那么广东脱贫是指的你具有广东户口的人脱贫呢 还是说这个生活在广东区域内的人脱贫 那么江泰公就想问一下 那么广东区域内难道没有一个乞丐吗 难道没有一个这个流浪汉吗 对不对 那广东那么大个省 那个99.9%的人脱贫 啥概念 就相当于说没有贫困人口了 你还有百分之零点一 零点零一 可能就几百个贫困人口 真是的 江泰公家这也是不得其解啊 那么任何国家贫困人口都是存在的 难道说我们的广东就把它拖得这么干净 那广东的朋友可以回答一下吗 你在街上是不是再也看不到那个流浪汉了 再也看不到那无家可贵的了 对不对 那你像那个你三河大神那样的人 算不算是贫困人口呢 对不对 深圳的人可以到那个三河市场旁边转一转吗 现在还有没有三河大神了 对吧 我都觉得这个太好玩了 难道说这个脱贫就是数字脱贫吗 对不对 然后那个街上的那些真正的穷人 我们就视而不见了吗 太有意思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啥呢 就跟这个紧紧相扣的是河南有一个县 好像是哪个县 一个 我突然记不起来 现在河南有一个县 现在是网传的啊 他这个地方呢 传出什么呢 就说是由于财政紧张 需要每一个在职教师交五万块钱 就是集资吧 交五万块钱 这个五万块钱呢 交了以后呢 你能继续在教师岗位上工作 然后两年以后 返给你 这就是一种 吃啰啰的非法集资嘛 对不对 那你教育系统 你凭什么来集这个钱呢 那你有没有央行发给你的这种金融执照 对不对 那你没有的话 那你为什么让这个教师来交这个钱 要挟这个教师来交这个钱 交五万块钱 然后你保留你的工作 你不交这个钱 你就没有这个工作 对吧 是有一个这样的县 就是网传的 网上面有这样的截图了 啥了 就是教育局群里头交的这样一个图片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一下 那么这个呢 第一个就证明了什么呢 他这个地区的财政确实是有问题了 那教育系统 这肯定是国家的部门嘛 就是以前 你们记不记得 就是那个八九十年代 国家困难 就是拖欠工资的时候 也是拖欠的教师工资是拖欠的最多的 然后他的行政人员 他要求这些人治理社会呢 他那个时候还是保证工资的 拖的就是老师的工资 曾经有一个阶段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都补发了 那么这次他是啊 不光拖欠了 而且让你交钱 交五万块钱 然后你上岗 证明这个财政确实是有问题的 然后就是我说的那个 触犯了他这个国家的法律 你凭什么去集老百姓的字 你这不是非法集资 而且是没有利息 对不对 这个就是有利息 你也不对啊 谁给你颁发了这个执照 你有什么权利来做这个事 如果让一个个人去做 是不是就把人家逮到牢里头去了 那么你政府的单位就能做这个事吗 就这样一个事 如果这个事是报到别的地方呢 江太公可能还想观察一下 但是他报在河南 江太公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河南经常是在国家运动中 这个抢风头的 放卫星的时候 就是河南带头放卫星的 对不对 然后现在包括搞改革开放 搞一些GDP 搞一些城市群建设等等 河南都是要抢这个风头 但是呢 实际效果他又达不到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去想嘛 从那个社会上流传的有关 河南这方面的一些政绩的方面的一些段子 你们就能推测出来 就这个地方经常会出一些惊人之举 那么最终当是弹药经过后 饿死人比较多的河南也算之一吧 可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也是死的人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事就说 既然从这开了头 那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是不是陆续有近似的情况 或者陆续 别的地方有一些政府的部门 也开始发不出工资 也开始相当于卖这个岗位吧 你像他这个 你不交钱 你就下岗相当于那个卖岗位嘛 你交了这个钱 你才来干这个事 所以中国的这个事啊 也是很烦人 到这个时候 大家还不醒悟 包括那些五毛粉红 依然在高唱着赞歌 看不到现在国家已经很危险了 还在继续往前去走 真是将会把大家 带入一个灾难中的 就这两天还有吵得比较热的 那个ETC收费这个事 就是现在已经明摆着了 这就是乱收费 高收费 就是变相涨价 现在居然还有很多人 在替这个东西辩护 说这个只是技术失误 等等的 那你要是这样认为 也可以 也许你喜欢给国家做贡献 对不对 也许你挣着钱 你就想无偿的捐给国家 这也都是有可能的 这地方那你觉得还好 那你就认为他好吧 我也没法说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普通大众 如果我怀着一个就是正常的心情 我要去生活 那你这样无休止的来抬高这个物价 对不对 变相的这样喝酒菜 耗羊毛 那么它总有一个极限嘛 对吧 那么猪肉涨价 那么长时间了 现在说有点降了 降了是多少呢 据说是降了10% 那你都涨到30多了 降了那34块钱 得啥用呢 那以前这只是个十来块钱的东西 对吧 据说现在好像是 粮油涨的也比较猛 说粮食现在大概涨了有30% 油可能涨了50% 这个我不知道确切不确切 这个是有这个朋友告诉我的 就是有这样一种趋势吧 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性的 那么江泰公呢 今天就在这 把国内的情况呢 给大家再叨叨几句 那么你们也不要老觉得 我在吐槽这些国内的事情 那么这些事就是摆到这的 那么江泰公需要的是 你大家你成天听我在这叨叨 然后慢慢你比对你的生活情况 然后你看清楚 这个政党要把我们引到哪去吗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将来才有可能 改变整个社会 如果大家一直昏昏噩噩 假装在那沉睡 还沉浸在这种 虚幻的这种梦境中 怎么可能去改变这个国家 跟民族的命运呢 那么就这样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您的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